好累喔我想回家啊 你家在哪 我台北人 我家在台南 我住在巴東瓜奴三角下 什么意思 家的定义白白种 但台湾的原住民 不但经历了家园被侵占 瓜分的危机 他们对家的想象 至今仍不被理解或承认 1624年 荷兰人在台湾建立据点 闯进希拉雅族的家 栽造了一堆汉人 来种可以卖钱的董东 之后郑成功赶跑荷兰人 接收土地 让军队自己种田吃自己 正式投降 台湾纳入清国版图 用土牛线隔离 不准汉人跑到原住民家里去开墾 但这可不代表清国政府好棒棒 他们只是不想处理原住民 跟汉人的冲突罢了 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管是偷偷月 还是直接月 越界的情况经常发生 日日时期 中都府霸气宣告 都地没有地计或证明 就归国有 啊 那不就几乎等于所有原住民土地都拟的 日本人先是入侵高山 用武力逼原住民屈服 为了搞清楚 到底有多少土地可以收归国有 就从低海拔地区开始调查 一查发现不得了 跟现在常见的 一块地记在一个人名下不同 原住民捧油会用家族 市族或部落为单位管理土地 对总督府来说简直乱七八糟 一块地有很多主人 鼻子还没有分界线 那之后税金谁来搅 打妹打妹 总督府为了方便管理 想出了妙招 把部落周围的土地切成一样大小 一户分一块 再把一纸黑字记下来 剩下就通通收进口袋 到了山区 总督府主要把土地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用完成保存 可以让财团开发的土地 剩下就都是国家掌控 为了学土保持 或作为国有领厂的大块土地 那原本住在这的原住民怎么办 不可能搬到太平洋区吧 总督府只好按照人数 每人分配三公顷 当然地还是国家的 只是让原住民使用而已 这就像有人闯进你家 拉起风锁线 比你只能待在小房间一样 曾经的生活空间 成了国有禁地 逼得原住民正好放弃 这块地跟完 换下块地的油根 以及打猎的生活习惯 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以后 原住民还是被关在 一人三公顷的小房间里 只是名称换成三地保留地 在原住民正名后 又改成原住民保留地 虽然现在原住民 可以取得保留地所有权 政府也将保留地 视为他们经济的保障 但事实上保留地 不就是过去总都不为了 掠毒土地隔租的小房间吗 被关进小房间以前 原住民有许多获得资源的方式 当生活被局限在保留地 伸展方式可能就只剩下定点耕作 但长期耕作又会造成土地衰竭 甚至有些保留地 根本就不是耕地 保留地没其名 是为了保障原住民生计 但在缺乏完整政策的情况下 反而造成某些原住民 明明拥有保留地 却依然陷入经济困难的窘境 更糟的是 有人看准保留地的开发潜力 利用人头买卖 专法律漏洞 让许多保留地的实质使用 落入非原住民手中 原住民原先就不完整的家园 就这样持续流失 破碎的家园 对原住民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当年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 那原本客厅的用途 或是客厅采灵座的事 可能就会渐渐被遗忘 或被迫改变 生活的默契就会不断消失 为了巡回跟家园有关的文化 许多原住民部落 已经开始调查过去的生活空间 也就是所谓的传统领域 调查传统领域 会先从访问部落齐老 资深猎人开始 记录下口述历史 足语地名 土地故事 接着实地比对 最后汇整资料 再标示在地图上 做成部落地图 近年来部落与政府共同努力 调查了许多族的传统领域 但是整个西半部 却都不包含在里面 这当然不代表 过去西部没有原住民 而是因为贫补族群的家园 从荷兰人来了以后 就遭受长时间的侵略 要找回传统领域 难度也就更高了 甚至也有人误解 传统领域就像埋土地一样 一旦划出范围 原住民就会把 现在住在里面的人赶走 但这并非他们对家园 对土地的想象 当初拉起封锁线 让原住民家园 四分五裂的统治者 也还没有正式承认 传统领域的范围 这一切 都让原住民至今 都不算真正的回家 回过头来看 能够轻易回答 你家在哪儿的我们 是否真的想过 所谓的家是什么呢 台湾作为我们的家园 应该是由所有生活 在这里的人一起打造的 但如果有些人 对家园的想法 或是生活的历史经验 不被理解 甚至是遭到刻意忽略 那这个家园 就失去共同的意义了 身为家园的一份子 你对台湾的想象是什么呢 一起来想想吧